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9號星期一 星期天8月18號 香港人再度舉行了100多萬人規模的大興集會 整天的活動最後已和平結束 從昨天到今天呢 我是有一點心緒起伏 儘管有大批武警在深圳利兵莫馬 做出要鎮壓的威脅姿態 號稱軍車開到香港只需要10分鐘 儘管818當天 是下起了大雨 儘管818之前有流言滿天飛 說有可能存在著危險 有人是想藉機製造暴力事件 來為戒嚴提供口食 儘管有這樣的威脅和那樣的干擾 但是這一天上百萬的香港人 仍然突破恐懼走上街頭和平集會 這是非常令人動容 我想起了黃家駒在光輝歲月裡的那句歌詞 風雨中抱緊自由 而這一幕8月18號在香港 它真實就發生了 我覺得這一天可以說得上真的是光輝歲月 是香港開幕以來最為光輝的一天 歷史會記住這個日子 2019年8月18號 它不僅讓我對香港人的評價再度上了一個台階 甚至讓我對華人的未來也增加了一分希望 勇氣加上克制 這種品質很長時間以來在華人群體身上都沒有看到了 當然可能有朋友會對比8月18號前後海外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的表現 那也是華人品質的展現 對不對 那也是另外一方面品質的展現 這個咱們放在下面來說 但是你別管有些人如何暴跳如雷 如何髒話連篇 但是全世界的人 包括很多中國大陸的人 他通過各種渠道 會看到香港人在8月18號那一天 衝破恐懼 有自我克制所展現出的力量 它一定會打動很多人的 就像春天的陽光融化冰雪 它不會以一種爆裂的方式來發揮作用 但是它在發揮作用而且有很大的作用 今天開頭呢是說了幾句感想 接下來呢還是要探討一下事實層面的問題 就是香港從6月份開始幾次大規模的遊行之後 總是會有親政府的網民來說 這個遊行的規模被誇大了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 那這部分意見呢我們還是得照顧到 就說這個8月18號 主辦方民間人權陣線號稱170萬人的集會 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的負責人 叫陳子傑 他在臉書頁面上有一個解釋 簡單的說呢就是通過有經驗的義工 點算出來的 那這個計算到底有多可靠呢 首先通過經驗來評判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組織七一遊行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 所以它的信用歷史呢你算是有據可查 他既點算過2003年的反23條立法的遊行有50萬人 也報導過2015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下降到只有48000人 他過去的計算歷史啊 他並不是一味的指吹捧人數 渲染聲勢 今年的七一遊行 民間人權陣線的點算人數是55萬人 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中心的鍾廷耀教授 估計是和民陣的那個數字只差一兩萬人 所以呢民間人權陣線的點算 他雖然是通過義工來做的 但是也算是有第三方 另一些專業人士專業機構的意見可以做信用旁證 民陣的點算數字 因為他有歷史可查 和人們的直觀感受也比較接近 所以才能夠取信於市民 他也才有能力組織這麼大規模的集會 否則大家把它當成一個吹牛浮誇的機構 他提出什麼建議別人也不一定聽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那麼民間人權陣線的點算數字也是被 各個國際權威媒體普遍引用 另外呢 民陣所報導出的這個遊行規模 它和民意調查所反映出的結果 大體上是相同的 比如明報在今年8月份 大家注意這個明報在香港算是 與政府立場相接近的報紙 明報今年8月份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 民意調查機構 在8月7號到13號取樣了842名市民 做電話調查 詢問市民對香港警察的信任程度 從0分到10分來表達信任 0分是完全不信任 10分就是極度信任 其結果呢就是 受訪者對於警察信任的平均分只有3.08分 是嚴重不及格 有7成的受訪者就不信任警察 這個調查還反映出 80.1%的受訪者認為 應該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調查警察暴力 是超過8成了啊 有76%的人認為 應該正式撤回修例 所以這個818集會 它所體現出的民意 和親建制派媒體 做的民意調查結果 其實是相一致的 也就是說新華社所宣傳的擁護中央的香港各界人士 在香港市民當中其實只是一小撮 在8月17號那天呢 對立的一方就是稱香港警察的那一方在香港天馬公園也舉行了一場集會 號稱有46萬人參加 但是要在那個地方擠下46萬人有人計算過 相當於每平方米要佔28個人 那恐怕就只有蝶羅漢拿大頂 學學印度阿兵哥在閱兵的時候所展示出的那個 摩托車蝶羅漢的特技才能做得到了 18號香港維園的集會 由於那一天香港警方是限制了集會的場所 只有維多利亞公園那麼大點地方 所以主辦方民間人權陣線 是採取了流水式的集會 就是進維園的群眾 待10到15分鐘就離開 實施人流的控制 所以其實那一天有大批人他沒有進到維園裡面來 所以也就沒辦法被點算 這個170萬呢應該是一個叫保守的數字 還有一個實證啊 就是有一位叫秋實的自媒體人 他同時參觀了817在天馬公園 稱香港警察的集會和818在維園的集會 他的反饋呢是天馬公園的那個集會 肯定沒有46萬人那麼多 參與者多是向福建同鄉會 東莞同鄉會動員來的中往年人 還有大陸遊客 就是自從2014年戰中運動以來 香港出現了一個支持政府的藍絲帶群體 那每當有支持政府支持警察的集會 都會有大批大陸人過境到香港這邊來撐場子 最近幾年一貫如此啊 關於邱實兄的現場報導呢 我是放在本集視頻置頂留言 大家可以去查那個鏈接 可以去核對事實 那一直有人說為什麼在香港有稱警察 稱政府的集會你這裡隻字不提 是不是選擇性失明呢 咱們這提示可以提 但是以集會的規模來 結合民調看的話呢 假如有一次香港市民的公投 所謂稱政府的市民最多最多不超過20% 還得把大陸來的人都加到裏面去 所以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見在哪一邊 其實是一目了然的 我們的主要精力還得放在市民主流意見這一邊 那接下來就要說一說 8月17號和18號在全球多個城市 發生的所謂反港獨 和支持香港市民集會之間的對壘了 在澳洲 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和多倫多 在德國全球很多大城市都發生了這樣的對峙 從這個事情呢 我也想順帶說一下中國人的認知能力和思維方式 在我會員網站上的常駐作家之一道理博士 在這個星期他會發表一個專題 就是介紹哲學家希克斯的一部著作 解釋所謂後現代思潮的由來 當代歐美的極左派就是由這個後現代演變而來的 道理兄認為呢 這一派思想它表現出來是相當脫離實際 行為上也不理智 這是相當哲學化的壹集內容 不太好消化 但是我們今天提出壹個要點 就是它和中國人的頭腦也能聯繫上 那就是所謂的後現代 它這個思想不管經過何種方式的包裝 它都是對啟蒙運動兩個中心思想的反動 啟蒙運動的兩個中心思想就是理性和個性 理性呢是要求你的所有判斷和行動 要建立在邏輯基礎上 經得起劫難 同時要以事實為依據 而個性呢就是要求承認差異 體現包容 理性 個性這兩條 而中國大陸所宣傳的那個愛國主義 稱之為愚昧 為什麼毫不為過呢 就是它完全與啟蒙背道而馳 既無理性也不包容 無理性是指愛國小粉紅們 其實啊他們是在和一個並不存在的敵人戰鬥 他們認為自己走上街頭打出五星紅旗是去反港獨了 可是在幾次百萬香港市民的遊行當中 所總結出的那五大訴求 它就沒有一個和港獨沾邊的 那五大訴求 第一是正式撤回逃犯條例 第二是撤回對612所謂的暴動定性 第三是釋放被捕人士不搞秋後算賬 第四是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調查警察暴力和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 第五就是落實雙普選 這五大訴求哪一個和港獨沾邊呢 有人說釋放了這個示威人士 這些人是支持港獨的 所以要求釋放他們就是港獨了 這是兩碼事 至於說那個雙普選 普選兩個字本身就是基本法裡面寫 實現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一人一票的普選 它本身就是那個基本法裡面所名言的 香港的政治體制最終要走到的目標 那又有人說了 反正你向示威者讓步 就是港獨了 因為這些示威者追求的就是港獨 那請問你基本法不是還在嗎 基本法只要有效 那不管香港的政治生態怎麼變化 水再沸騰它也是在鍋裡滾 你鍋不壞它就沒有失去控制 也就不存在事實上香港獨立的可能 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南澳大學的部分中國留學生 他們不僅為一個虛構的理由戰鬥 作戰的方式也很別緻 就是當支持香港的學生高喊 Hong Kong Stay Strong的時候 這些中國留學生齊聲高喊 烏言諱語 針對女性的下流話 那這些話呢 我是沒有辦法在節目當中說出 縮寫為CNMB 我把相關視頻放在留言區裡面 想核對事實的網友可以自己去查 那這段視頻又被人拿回牆內轉發 已顯示愛國留學生們力壓港獨的氣勢 居然有很多人叫好 有人說有一種極度舒適感 而且轉發較好的人當中 居然為數不少是女性 作為一個旅居海外十多年的中年華裔男性 我是感到極度的尷尬和羞愧 這得是怎樣一種教育 它才能讓青年人不僅丟掉了理性和包容 還扔下了起碼的體面和羞恥之心 把下流當成真性情的表現 把流氓耍流氓當成有勇氣呢 這不僅僅是400余年 人類啟蒙運動的成果 蕩然無存 那簡直可以稱之為 任何文明成果都蕩然無存了 這些在公開場合喊出 CNMB的留學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意識到 這和大家所嘲笑的某些中國遊客在公共場所大小便 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呢 南澳大學的這群留學生 他們的表現 你不能說所有走上街頭的支持政府的中國人都是這種表現的 對吧 但是他們的表現確實也不是孤立的特例 因為最近幾個星期互聯網上就存在著大量的用屋言會語來體現愛國真摯熱情的表現 在我這裡 我的留言當中 最近幾天每天都能收穫幾百上千這樣的留言 它並不完全是自發的 而是有類似於共青團這類機構在鼓動和發起 有一份叫做新媒體研究的雜誌 它被標註為 學術刊物 在它今年7月份第九期上有這樣一篇文章 叫做高校共青團引導網絡輿論可行性路徑研究 就是通過共青團和學生會組織高校學生 當自幹五合五毛 這其實是當前學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一方面 8月18號 就在南澳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高喊出CNMB的同時 共青團中央如此來評價飯圈出征 飯圈就是粉絲圈的意思 粉絲叫飯嘛 通常是指什麼明星公眾人物的粉絲群 當明星人物公開出來表達支持政府立場的時候 比如那位電影演員劉亦菲 那麼他的粉絲們就集體翻牆 用同一個腔調來撼對偶像 共青團他是這麼評價這個舉動的 說他們就是指小粉紅飯圈兒們 他們的寸土必爭 無不散發芬芳 一夜之間青年成熟了 第八出征不再寸草不生 他們用嬉笑怒罵 讓這個世界郁郁匆匆 留學生們齊聲高喊下流話 大概讓團中央感到極度舒適 但是在他們眼中這個世界顯得郁郁匆匆了 這個黨中央政治局總不能說我光拿錢不辦事了 你看我教育出了這麼好的青年呢 可能有人不服氣 中國留學生的集會也不是從頭到尾都在CNNB 對吧 但是也同樣不是中國遊客所過之地都在隨地大小便 這種事情突破文明底線的事情發生幾次 就能夠定義整個群體的文明水準了 不管你高興還是不高興 在國際社會人們的眼中就是這麼看的 在中國學生反港獨的視頻裡面 有人配置以愛國歌曲 歌詞唱到 五星紅旗 我為你驕傲 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這種歌詞可能共青團聽起來會極度舒適 而我是極度不舒適 一個政治標誌物的名字 居然比你的命還重要 這麼有為人性的話你還要把它唱得激情澎湃 還要把一伙人感動的熱淚盈眶 這得是多麼病態的一個社會啊 這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恐怕就是從五星紅旗到啟蒙運動的距離 啟蒙運動主張的是理性和個性 五星紅旗說我的名字比你的生命還重要 我這裡總是會有新的觀眾 所以有的話我一年會重複幾遍 這個世界上有萬載不變的人性 有千年不變的信仰 沒有百年不變的國家 愛國主義你不要把它當成個什麼絕對的人生指南 國家領土有營縮人民有分和 這是歷史上的常態 它無時無刻不再發生 領土和主權它從來就不是什麼 需要不惜代價去捍衛的東西 在這城市間的任何東西它都有個代價 超過這個代價 那就是餓了 代價之一就是 絕不可以為它犧牲良知和常識 說到這兒呢 總是有人不斷的在問我 你說的良知到底是什麼 憑什麼你說的良知就是良知 你說的常識就是常識呢 出國這麼多年 我發現世界其他地方 很少有人會問同樣的問題 但是中國人這麼問的 你不能太責怪它 在那樣的環境下 它就是會有這樣的疑問 許許多多不言自明的東西 到了今天 它都成了一個你需要費很多勁 去解釋的問題 良知這個東西 換個說法 叫做道德直覺 孟子說 金人乍箭 如此將入於井 皆有 替觸 側隱之心 就是你看見一個小孩在井邊玩 要掉到井裡去了 這個不用人告訴你 該怎麼做 馬上就會產生強烈的焦慮感 就是得阻止這一幕的發生 這就叫良知 但是如果你的第一反應是 且慢 咱們先看一下這個孩子是不是地主階級的狗仔子 如果是的話 那我就再做考慮要不要去救他 那這就叫失去良知了 用孟子的話講 叫失其本心 如果你聽見幾十人上百人 齊聲高喊 CNMB 你不管他是對著誰喊 但是你覺得作為一個有基本教養的人 公開場合不能夠這樣表現 那就叫具備良知和常識 如果你覺得面對的是港獨分子 CNMB 讓你覺得 極度舒適 散發著芬芳 是用嬉笑怒罵 讓這個世界變得郁郁匆匆 那這就叫有病 這就得治 就叫失去了良知和常識 在這個問題上 沒有中立也不允許中立 我說過孟子對我一生影響很大 孟子一生巨揚墨辟邪說 何曾中立 在捍衛良知這個擔當上 不講中立 今天中國人的文明底線之淪喪 又遠甚於孟子當時 我們總結今天的話題 今天是談感想發揮比較多 在事實層面來說 170萬人的818集會 它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它能不能成為 整場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 在於接下來的幾場活動 能不能把理性克制保持下去 只要堅持下去 香港就能夠贏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中共鎮壓的理由也會被削弱 哪怕在中國大陸一段時間的宣傳勢頭過去 也總會有一部分人能夠冷靜下來 香港人如果能夠把各行各業的那種 不合作運動 接力式的不合作運動 和定期的大規模集會相結合 那麼香港 接下來就會進入一個較長的相持期 11月份有香港區議會的選舉 明年有香港立法會選舉 這個時間因素就會對市民有利 中共它沒有理由 採取戒嚴 推遲選舉 可是按時 進行選舉 又會造成 建制派大敗 這樣一個讓北京極度失去顏面的結果 這種結果出現 中共的宣傳就不攻自破了 那很明顯嘛 支持建制派的 支持中央政府的 就不是香港人的多數 那麼基於這種壓力在 中共和香港建制派體制內的分化 就會更加顯著 所以時間在很多方面對港人是有利的 明天星期二在 會員網站上 是道理博士來代班 我還是會在YouTube上做節目 每過幾個星期 我星期二都會回到YouTube上來 明天道理博士的節目呢 在會員網站上是談 西方新左派的思想來源 它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 這個話題雖然比較哲學化 但是我們理解什麼是啟蒙 對於理解 中國人目前的思想狀態 還是蠻有幫助的 西方是經歷過啟蒙 又有一些人去顛覆啟蒙 而中國是非但沒有經歷過 完整的啟蒙時期 現在啟蒙之前的文明成果 也都一起顛覆了 我們才會看到如此不理智的墮落 把烏魯女性的下流化 當成極度舒適 當成正能量的郁郁聰聰 在任何歷史階段 這種情況都是文所未聞 今天這個話題我們就聊到這 謝謝大家 在YouTube上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待會兒 再見